這些是很基本的 我先說一些我遇到的 他們產生了有問題的 例如有個客人 他家裡沒有藍丁 三個都是女人 爸爸走了 我想到他幫他做 他的大女兒嫁了 二女在 二女三女還沒嫁 二女做過領拜 有個叫領拜 譬如童賢王爺爺 請示了 再去找 裝香 裝蠟燭 叫爸爸出來 好了 裝完了 問他爸爸到了慰眉 雜極杯 都說未適合 最後怎樣處理呢 我看他家裡有沒有任何未封好的神 神偉 或是那些像 而他們當是菩薩般敬奉的 是沒有封的 但看過是完全封的 問題在哪裏呢 我就用靈拜 在他家裡有很多空間 看到他女兒的房間 即是說這個領拜者 第二女的房間 逆轉的 那個領拜逆轉 我就問這個房間在哪裏 我不知道那個房間是領拜這個人的女 他就說是我的房間 我說裡面有些什麼 你介不介意我走進去 他就帶著我走進去看 看到他床上有很多單眼的模型公仔 即是肉酸的 我說會不會是這些公仔呢 因為在房間是正在逆 我說不如全部都收拾出去 好了 收拾出去 都是逆 到底什麼問題呢 不是那些公仔 我突然有把聲音跟我說 他不乾淨 即是二女不乾淨 他不乾淨的意思是 那天有預示 是的 好了 我一聽到是呀 我沒有問他這件事 我就立刻問 你是不是在離京 他說是呀 所以他就不可以當領班者了 可以的 只不過他要跟我說 其實我見他們談殯儀的時候 我也有說過 我說如果你們是到時 摘日那天 或者要拜神那天 你們是有驚到的 告訴我 我就會跟你們擺綁紅繩 我也是聽說紅繩 綁紅繩之後 那些驚血就不會流出 不會弄到全腸骯髒 那些味也不會滲出 他沒有跟我說 後來我立刻跟他綁紅繩 然後叫他再摘過 問他爸爸到了位了嗎 是否因為他一摘到位了 再問是否因為他剛才說不乾淨 又是聖輩 所以他無法回家 是 最初是無法回家 後來又無法回家 這樣 第一 你剛才說的柔驗 真的未聽過 我做了這麼多年 是資深師傅告訴我們 他說只有他們才知道 所以我正在捉這件事去幫先人 另外我做了十多年 這十多年 近五六年 如果先人要找我 想做頭七回運 那些人找我 我會暈的 什麼叫做頭七回運 因為基本上一定會回來的 有些人不做 有些家屬不做 有些人不想做 他們找我 我就會暈的 接著我第二天就會接到運 是 而他的頭七回運日 我是空檔的 剛好的時間也對 是 原來真的不是這麼簡單 是 但問題是 你也知道他幾點回來 是計算到的 那時間是否大家要睡覺 千萬不要出去 沒錯 譬如有老人家 未必說整晚能夠在房間不起來 那我就會提議他們 不過 如果在他們開個壇 我們叫做拜瑞雲 都會叫他們臨睡前 放一把利器在房間 好 老人家半夜要起床 叫他們把利器放在房間 去洗手間 才可以 出去 把利器放在房間 要立即收拾 不要放在房間 你不小心踢到 不安全 每晚 每一個人 不需要多一次 因為多一次 他可能會怕不回來 不用 其實 丟利器的意思和用意 就是說 告訴二度空間朋友 正在慶祝 幫先人慶祝的畢業禮 那些二度空間朋友 這個主家要起床 扔下去的聲音 就會形成一個保護罩 防護罩 放在利器的人身上 去完出來 他不用第二天再扔 防護罩已經在他身上 是在說防護罩的事嗎 不是扔出去 叫先人 或者他們 你們很快要離開 夠時間離開 這樣嗎 不是 他們還未離開 他們還未離開 是嗎 要拜送雲才離開 還未聽過 怎麼叫拜送雲 第二天要做一個拜送雲 他才會離開 怎樣做 又是拜送雲 我會回魂過晚 教他們 怎樣去拜送雲 回來在哪裡 走在哪裡走 這樣 他們不是按時間就要離開嗎 不是的 先人離開 二度空間還未離開 你意思是其他 其他 是 那又真的未聽過 所以要拜送雲 哦 即是已經完結了 是 你們也好 這樣的 這是第一次聽過的冷知識 說真的 不是很多人知道 其實每個人都知道 至於他願不願意 叫人去做 人家願不願意做 我就不知道 我想問一下 現在在聽節目的朋友 有沒有聽過送雲 這件事 或者你們曾經 應該也有很多人 有先人過身 一定有些殯儀的朋友 教你們怎麼做 請問 有沒有教你們要做送雲 如果有做過 請可不可以打個一字 如果沒有聽過 完全不知道 就打個零字 好嗎 我想看看 做一個研究 有多少人知道這件事 對不起 我做了這麼多年 我沒有聽過這個叫送雲 我以為他們 夠時間就要自己走 如果不走 你就把力氣扔出去 就叫他走 不是的 晚上 譬如 明天是先人回魂 我會做好事情 煮好事情 就過去 8時就幫他設壇 而 教定他 拜完之後 那份送雲寶 是放在桌上 而送雲寶下面 就是有一隻碗 裝著米和蛋 那隻是鹹蛋 或者是鴨蛋 OK 對 那份寶就是送雲寶 沒有呀 全部沒有聽過 怎樣 全部沒有聽過 這樣大家真的學了一件事 外面的師傅 不是認識 而是他們不會想幫他們 所以就不說了 是 這樣 告訴他們 給他們一張紙 你們自己做 這樣 我衍生了一件事 這件事不是我接的 是我學員學的師妹 他婆婆離開了 她婆婆離開了 她知道我做殯儀 她問我怎樣做 還有問我 她婆婆的頭七回魂是多好 我幫她計算 她說要等她 醫治回來 才決定是否給我做 她醫治去旅行 她醫治回來之後 就找了外面另一個年輕人做 那個年輕人沒有想幫她做頭七回魂 只是給了一張紙 叫她怎樣做頭七回魂 而她就說 門口一張桌 屋內一張桌 門口那張桌就擺齋 屋內的桌就擺分 她現在是教了他們做上下桌 上下桌是什麼 如果稍為認識中國傳統的拜祭禮儀 你都知道了 雙桌是敬神的 下桌 就是敬鬼 或者我們這些地的人 她就把上桌應該擺屋 她就擺了門口 變下桌 下桌就變了擺屋 上桌 上下桌就變了 半夜 她的房間只有公公和菲傭 其他人都走 半夜回魂的期間 外面他們在房間 下桌掉了東西 他們是村屋 下桌掉了東西 嚇到他們 那個工人不敢出 那個老人更加不敢出 就打電話叫那些年輕人 回來 哇 很吵 那些年輕人回來 兩張桌子都反轉了 所有都推到地上 不是大風嗎 沒有可能吧 沒有可能 她就打電話問我 為什麼 我說你們怎麼拜 她說出來 我說你倒轉了 所以是不高興 反桌 真的反桌 她問我怎麼辦 我教了她用化煞包 什麼 化煞包 原來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我任由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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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這些 對不起 好了 給了化煞包 每個親友帶著 幸好 相信你們 就沒事 可能這些是否叫做 各處鄉村各處例 其實不是 各個師傅 各個意見 純粹 不是的 是真的要這樣做 傳統下來是要這樣做 沒錯 好了 說一些先人的事 就來了 怎樣會突然間 做了一件事 整條屍體不見了 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尤姐 是這樣的 都十幾年前 有個南可師傅跟我拍攝了十四年 是 他跟我說 他親身經歷 我們做殯儀 第一晚就是守夜 第二晚就是第二招 就叫做大簾 第一晚就沒事了 這個先人 後人跟他扮火葬 第二招 做了所有占養為庸 然後 那些武功拿著板 即是說 蓋棺 蓋棺 預備蓋棺 藍摩師傅 拿起茶茶 蓋棺 慢慢地 蓋棺木 突然間 那四個 武功大聲喊 不見了 好了 在場所有人都 另轉面 本來是另轉面 什麼不見了 他們的武功 就揭開子孫皮去看 藍摩師傅也過來看 什麼不見了 他說先人不見了 然後 他的子女也過來看 真的不見了 就抄襲了 他的陪葬品也翻籠 就抄襲了 他旁邊是攝金銀 其實是不能找的 因為官人和人 根本已經被淘汰了 對 好了 都找不到 到底去了哪裏 掉了樓下 掉了地下 都有人像你這樣 會不會是棺木穿洞 蹲下來看 沒有 棺木也沒有穿洞 如果穿洞的紫品和陪葬品都掉下去 為什麼單是遺體掉下去 沒有可能 是 好了 那個藍摩師傅 就是 較為資深的 他就冷靜 站著說 好了 各位主家 請問 沒有了 看完了 最清楚的部分 那就停了 真的不好意思 這只是每晚恐怖在線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的話 就非常簡單 可以參與我們 月費計劃 可以上去 admonpoint.com bigbigair.com 裡面參與月費計劃 聲音是30元 視像是40元 如果加上用APP 就是50元 至於說 我不想參加月費 想給Cons看哪集 就買哪集 都是可以的 就下載了 我們bigbigair的手機APP 你可以釋除專片 喜歡哪集 就買Cons看 所以希望你快點成為我的付費護員 你會看得最多最恐怖的個案